党政相关要关注的是 前总统陈水扁有望在520前被特赦 传出总统府预计在下周就会颁布特赦令 因为蔡总统跟赖准总统两个人已经达成共事了 将会以有条件特赦的方式来进行 也就是采取免刑但不免罪 犯罪所得8亿元还是会被没收 对此总统府没有直接证实 只有说会依法办理 总统会特赦陈前总统吗 有没有和赖准总统达成共事 面对记者提问 总统蔡英文低调离场没回应 毕竟在即将卸任之际有平面媒体报导 蔡总统将对前总统陈水扁发布特赦令 时间点很可能就在下周 经过府方幕僚商讨政策 沿拟不考虑赦免法当中的大赦 也就是相关罪名一律赦免 而是用有条件特赦 也就是免刑但不免罪 犯罪所得扣押的8亿多元还是得依法没收 不过陈前总统身上一共背负10个案子 其中4案已经判决定验 有两案判无罪或修法无罪 另外4个案子因为他的身体因素暂停审理 还没定验的这4案恐怕不能算在特赦范围内 我是充满着期待 也希望总统行使特赦 人家说菜赖不合 我都觉得他们两个好得很 他都一直拼命帮他拆弹 很照顾赖金德的命 颁布时机预计是在内阁总辞后 也就是17 18或19号这三天 特别赶在520政权交接前 也颇有替新政府提前拆弹的意味 总统府现阶段的立场人士 希望能确保陈前总统获得妥善的健康照顾 并依照相关的法律规范来办理 府方没有直接证实 但根据了解蔡宗的和赖准总统 态度一致 涉扁的方向大致敌定 对此来迎立法委员吴宗宪也磨刀祸祸祸 将邀及司法院法务部等单位 进行专案报告 解释一下变案进度 我们大概就是让民众知道一下 目前的状况而已 涉扁消息一出引发朝野热烈讨论 记者综合不道